阿里巴巴亮出王牌杀手前 西方互联网霸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遏制中国企业的发展 西方世界不顾世贸协定 对中国各项技术实施蛮横之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只能苟且投身 不仅每年要向他们给予大量的专利费 甚至还时不时看人家的脸色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 西方国家把控着大量的技术手段 想要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网站 那就必须要向他们购买服务器和数据库 对于西方国家的种种劣迹 阿里巴巴的一名高管站了出来 是要创造一个独属于中国的互联网模式 而这个人就是王坚 他耗尽毕生研究的项目则是阿里云 在没有这项技术前 照片还只能保存在手机的内存里 购票软件动不动就会上演躺平大戏 如今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7.87亿的恐怖数据 然而反观这些年的双十一网购狂欢 即使疫苗涌入上亿流量 淘宝依旧能稳如泰山 毫不夸张的说 当今互联网的崛起已经离不开所谓的云 可是你敢相信吗 就在王坚提出要搞中国云计算时 他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 有人觉得这是异想天开 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 技术含量最高的美国都没有搞出来 你一个中国人能行吗 对于这些外界给予的压力 王坚在公司年会上失声痛哭 十分幸运的是 他遇见了十分懂他的马云 当王坚提出阿里巴巴要搞中国云计算后 马云大手一挥 给予了十个亿 要知道的是 当时各乡镇的三级网还没有普及 对于整个互联网生态 人们还紧紧停留在影音娱乐中 明明知道前方的路这么坎坷 王坚为啥非要搞这个云计算呢 2006年 在中国大陆的对岸 美国的亚马逊 为了不让自己的服务器 在黑色星期五这天出现瘫痪 因此就扩充了一大堆的服务器 然而这样做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平时客流量比较稀疏 这么多的服务器又该如何处理呢 在左思右想后 亚马逊的高管决定 将多余的服务器租给一些小网站使用 这样不仅能解决黑色星期五的难题 还能为公司多一份创收 看到这里面的商机后 同年谷歌CEO就在会议上提到 最近夜内出现了一个新模式 就是以后有人做网站 基本上都不用再购买主机了 因为数据和架构全都可以上传到网上 对于这样一套全新的商业模式 谷歌的CEO将它正式命名为云计算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佬入局 2007年一直从事这项研究的王坚 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他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副院长 参加了阿里举办的一个网侠大会 当时在两人谈笑风声中 王坚一刀见血地提出 没有技术的阿里 未来必死无疑 当然 王坚作为一个聪明人 说话自然是十分委婉 对于王坚提出的技术问题 马云同样表示了认可 当时 网上这种新模式刚刚崛起 每天下午8点到9点半时 阿里的服务器使用率都会飙升到98%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马云采用的是一套标准化方案 简单来说 就是不断地扩充服务器 然而随着新时代的浪潮到来 随着算力的不断增加 成本也呈现出指数型增长 对于充满坎坷的未来 马云将王坚招揽到门下 并积极推动阿里巴巴的云计算能力 所谓的云计算 简单来说 就是将数据库和服务器 传承到一个超级计算机里 放在世界各地 如果你有需要 云端就会播出一些流量 等算好了 把数据传给你就行了 在云计算的加持下 互联网企业的成本将会大大折扣 不过 对于这样一个超前的技术 王坚一搞就是五年的时间 期间阿里巴巴投入的资金更是数不胜数 在最艰难的2012年 阿里云的投入费用就达到了30亿 然而收获的成效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团队里面都有不少的骨干离职不干 而企业里的HR 也是对着一群骗子嗤之以鼻 当阿里别的部门缺少人手时 HR总是让他们别着急去外面寻找 说不定 今天阿里云的团队就会散伙 在那一年 阿里的年会上 王坚曾代表团队走向台前 原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演讲稿 但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最后一度在舞台上哽咽不止 面对这样的情况 马云上台发表了那通讲话 我每年投十个亿 投十年做不出来再讲 2013年 阿里云的团队终于取得了突破 经过时机演示后 这套大规模分析式的云计算系统终于成功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王坚默默地输了一口长气 2015年 12306把车票查询系统 部署在了阿里云上 面对全球最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春运 阿里云成功承载了春运高峰75%的流量 自此之后 这个不被看好的新技术一路黄标 如今早已能把全球百万级的服务器 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 可以说 正是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 这才有了赶超欧美的顶级互联网引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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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